神明天使得 大愿你与你做红的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观自在菩萨 心声薄热薄明 何时 朝见乌云皆空 独一尽苦 山里子 色不一空空不一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手相心是一副事 色类子 色类子 是主发空香 不生不灭 不高不尽 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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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石 石 石 无色声音 无色声香味出发 无言间 乃至无一世间 无名 亦无无明晴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情 无苦击灭道 无痴迷无得 无疑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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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jflym 好,大家阿弥陀佛 如果能够每天保持这样的正念 来念佛 那以念佛的加持 来面对世间的烦恼 因为这个世间本来就很烦恼 没有一个事情是圆满的 哪怕你现在做整个欧洲最有钱的人 哪是最漂亮的 哪是地位最高的 还是在烦恼的状态 只是现在的人用烦恼处理烦恼 这什么意思 就像你们夫妻吵架 现在心情不好 你去找对方讲话 那事实上就在骂对方 因为用烦恼想要去消灭烦恼 那佛法不一样 所以每当你有烦恼的时候 先把烦恼放下 念佛送经持咒 保持在刚刚那个状态 所以刚刚我们早上甘露事实 念阿弥陀经 在一个最圆满的阿弥陀佛的状态 赶快去回向 请问我们的祖先会不会超度 就这样 怨亲在主都超 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最圆满的佛的状态 那各位把握这个原则就好了 千万不要用世间法去解决世间法 用烦恼解决烦恼 这个中美贸易怎么办呢 到底结果怎么样呢 因为那个就是用烦恼解决烦恼 到底谁输谁赢呢 不管哪一方面吃亏 都是我们输 因为只要有一个众生受苦 都是我们在受苦 不管你是哪一边 修学佛法没有对立 没有你们那一边 我们这一边 永远大家都同一边 因为你就是我 什么叫慈悲呢 在别人 在众生身上找到自己 请记住这句话 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 你为什么这么爱你的儿子女儿呢 因为你觉得那是你生下来 那是你自己 你可以用生命财产给他 但是你看到别人 那不是我的儿子 因为你又有分别了 这佛教要我们修空性了 空性就是众生 就是我 离开众生 离开世界 没有我的存在 各位要一直练习 这个 练习到你看到一花一草一木 一个人 你都感受到他的苦 就像路边有贫穷的人 在那边希望我们给他一点钱 如果你看到他没感觉 那就是生命的危机 因为你已经没背心了 你甚至还找一个理由说 他也不去赚钱 你还要骂他 所以各位记住 你看得到的都做过你妈妈 这个你要相信 所以什么叫慈悲 从别人 从花草树木里面去找到自己 疼惜众生 爱护世界 这个才叫悲心 如果你没有这个感受 你读多少书都没有用 你读一百个佛学院也没有用 因为你没有一个真正的感受到众生苦的心 这样而已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培养的 那因为如此 所以我们要念佛 念佛把自己的心变成阿弥陀佛的心 请问阿弥陀佛会舍弃那个贫穷人吗 不会 请问阿弥陀佛会站在说哪一边赢吗 不会 对阿弥陀佛来讲 兄弟吵架 都是爸爸妈妈的痛 甲方杀乙方 人类杀动物 好人杀坏人 那个都是阿弥陀佛的痛 所以释迦牟陀佛 人家要来要他的国家 他宁可退位 跑掉 让这个国家 免得有一兵一组 一个老百姓被杀 他绝对不会为了保留我皇帝的位置 跟你打仗 或是我这边死十个人 我还可以保留我做皇帝的位置 死一只蚂蚁他都不要 这个叫佛的心 所以他没有对立 虽然是一个不好的国王先占据了这个国家 但是至少老百姓还有活着的机会 不会被杀 那等到姻缘成熟 这个故事各位听过了 这位佛陀化身的国王跑到乡下去做一个乞丐 去那边种田 那突然有另外一个很远方的国家 本来就知道这个国王很慈悲 他们很缺钱嘛 所以他就跑 要来找这个国王 不知道这个国王早就被赶走了 然后走走走走走 就碰到那个 现在已经不做国王 做农夫乞丐的 他在那边休息的时候 他就 这个时候我们菩萨就问他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找那个慈悲的国王啊 我个国家有一点困难啊 听说他很慈悲啊 他一定会帮我嘛 哇 这个农夫一听到 哎呀 对不起 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但是我已经离开这个国家 那那个人说 那怎么办呢 他说没有关系 你把我绑起来 送回那个国家 他会给你一笔奖金 因为那个国王已经发通缉要抓我 谁能够把我带来 可以给他十万黄金 你只要把我带回去 你就可以拿到这十万黄金 去救你的国家 这个叫菩萨心肠 这是我们要学的 结果他被抓回去以后 哇 那个国王就把他绑在这样十字架一样 当众放火要烧死他 但是我们这个国王啊 他心情啊 很高兴 哎呀 我一个死 能够让两个国家都不吵架 还可以帮助一个贫穷的国家 这就是我生命的意义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讲学佛学佛 你一定要抓到佛陀的心 那如何抓到佛陀的心 所以我们要赶快念佛 你念佛 佛加持你 你就会有悲心 你就不会有烦恼 就像有一个人来找我 哎师父我要还属 我说你现在先不要讲 因为你讲你就会还属 因为你现在用烦恼心 你回去念念佛 打坐打坐 不然你用烦恼心 一讲对对错错 那你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学佛就是要用佛法来超越问题 就像各位有时候别人问我问题 就一直讲那些问题 很烦恼 我老公对我怎么样了 我说你现在很不平静 你再讲下去就离婚了 你会恨他 因为你一平静 你才会相信因果 你才会接受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念阿弥陀佛 念心经 然后念大悲咒 我帮你变变后 念到你心平静了 就像我们刚刚为什么 同样各位写牌位 有人刚刚这样回想超度了 有人还是没回想 为什么 你心不在佛的心 所以就超度不了 为什么 因为要超度还靠过你 你的祖先要靠你 我们大家只是集合力量 但是靠你的心 你对待你的堕胎太 你对待你的祖先 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平静的心 一个佛的心 然后他就跟你 被你感动了 他就超度了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在那边烦恼 烦恼 他得癌症怎么办 他得癌症怎么办 然后你要去回想给他 他癌症还是在 原亲在主还是在 因为你没办法感动 他的原亲在主 他还知道说 原亲在主要知道 你还要把我赶走 你只照顾你生病的人 根本不照顾我 所以你就没办法超度他 所以我想各位 佛教里面不能偏哪一边 没有高没有低 没有宗教的分别 没有法门的高低 就像曾经有一位菩萨说 师父我是净土宗了 我说很好啊 念佛往生净土很好啊 但是我怎么看你 在做焉供 所以你跟我不同中 我说做焉供 谁都要点香呢 这点香就是焉供 只是把点香 当做一种修行 你非把点香焉供 套到别的名号 来排斥它的话 那我们现在不是 在念佛在干嘛 所以引导众生 能够发运往生净土 那是很殊胜的法门 所以我小时候很苦 我天天被训练成一个皇帝 什么都要第一名 我觉得 当然现在想起来 那是我的福报 所以我被训练的 好像很严 很精致 很细 但是如果我没有被训练成皇帝的心 今天要叫我发菩提心 就发不出来 菩提心必须先有皇帝的心 我爱这个国家 我爱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国家是我管的 你必须要有这个世俗皇帝的心 你有这个世俗皇帝的心 然后再转为空性悲心的时候 变成一个菩萨的心 如果各位 你本来就不太管法国的事情 不太管中国的事情 不太管柬埔赛的事情 你只是为了个人买买房子生活 你发不起菩提心的 菩提心 他必须是 他关心的 就是很量很大 所以菩萨生生世世都做皇帝 做大长者 做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人 叫转轮圣王 但是以这个转轮圣王的心态 去转为一种佛的心 因为转轮圣王会觉得 我再怎么伟大 都没有佛陀伟大 对不对 都没有佛陀慈悲 甚至他会有惭愧心 就像刚刚我讲那个皇帝的故事 佛陀做皇帝 宁可保护对方的老百姓 跟自己的老百姓 都不要打仗 都不要受伤 宁可这样退位 做个流浪汉 甚至最后还牺牲他的生命 当他被放火烧的时候 当他要被放火烧的时候 他亲生的儿子就跑来 爸爸我要为你报仇 我要为你报仇 结果他要被烧死了 菩萨还说 儿子啊 恨不能消除恨 火不能消除火 血不能把血洗干净 唯有爱 唯有慈悲 可以消除对立 儿子啊 你千万不能报仇 他要被烧死之前 还交代自己儿子这样 所以这个叫菩萨的心 但是它是一个转化 所以各位 你以前很坏 最坏的人才容易做菩萨 乖乖排是不容易的 因为他没污染过 所以我很喜欢去监狱 监狱那些杀人放火强奸的 这些人啊 莲花是长在屋里里面的 他在屋里里面觉悟了 他这是大点花 以前的坏成为他的肥料 在不好的屋里都成为花的肥料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佛教要我们发大心 虽然我们现在不是菩萨 但是各位现在 我今天就封各位 做什么 法国总统 好不好 今天了 欧盟主席 你要说好 你要说好 对不对 你要承担 不然你怎么可能做菩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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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个房子就不错了 找个漂亮的老公 不错了 你不可能做菩萨的 做菩萨 他必须有这个广大心 然后才成为一个悲心 空性的心态 如果你认为 这个不是我的事 所以我想各位来朝周会馆 你来这边 想说这个会馆 我就是这边的住持 这个叫地下住持 你什么都不表现出来 天天扫地扫厕所那个了 还问哪里缺钱的 不骂人 不讲话的 默默干的 这样 因为你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我的责任 我要让这边老人学佛 年轻人学佛 法国人学佛 这些越南也来学佛 黑人也来学佛 我要有什么想法 你要有这个 你要有这个承担 那因为有这个承担 我们力量不够 所以我们来念佛 来念本师释迦摩尼佛 来了解本师释迦摩尼佛的思想 怎么样帮助法国 所以虽然我们的因缘有限 但是心可以无限 愿力可以无限 千万你不要说 今天没有一千个人 就这么少人 对不起 心量无量 所以一个发菩提心 那各位要开始了解这个空性 空是没有界限 没有范围的 互相产生关系连接的 叫空 我们跟世界每一个角落 一只小蚂蚁 一个小草都有关系 叫空 心如虚空一样 能够接受一切 不分别一切 装载一切 而且知道我们跟世界息息相关 所以各位要看报纸 你千万不要说我学佛了 我天天念阿弥陀佛 不要看报纸 你不看报纸念佛 是自私的 因为你只念给自己 往生净土 你看报纸念佛 那是叫大称的 因为我要这个 五着二世变净土 我要让所有的冲突 变成一个和平 所以愿十方众生 都看到十方诸佛菩萨的净土 点一盏灯都发这个愿 所以山游顶以下 无间地义上 所有众生得见十方净土 因为点一盏灯 也要用这个信念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发展 所以为什么会有烦恼 因为你又想 我什么时候赚钱 我老公如何 我儿子如何 我孙子如何 那你又拉回地域 那你反而害他 你现在你的儿子生病 你的孙子生病 你如何帮他 你要用佛的力量帮他 你只要一心念佛 专心的诵经 修仪轨 你在佛性的状态 以佛的力量 回向你孙子 很简单的道理 不要光回向给孙子 就像找他 我在台湾看报纸 我找他看一位女生 她得癌症 她的先生 就为她也理光头 后来她还是死了 后来她先生 昨天环岛一圈 载着她太太的骨灰 她说要带她玩一圈 让她快乐 这个故事感动了台湾很多人 她叫施伯威 很多人叫她威威 那当老跟我看到这个讯息 那我也帮她写 施伯威 不是写 以及跟施伯威一样 得癌症而死亡者 然后我就帮她出钱 出了一两百块美金 帮她做了很多功德 所以 我跟她没有缘吗 没有缘我看不到她相片 那她一个人得癌症 全世界这么多人得癌症 所以以她为姻缘 然后来帮助全世界得癌症死了 然后她福报才大 所以那我们的钱就有用了 这个钱你花出去 帮她放生 帮她点灯 我都写在上面 帮她回向 那我就跟她结了一个缘 而且我们也开发展那种 关心世界 关心众生的心态 昨天我看报纸越南 因为这个非洲猪瘟也流传了 所以最近杀了 一百七十万只的猪 每年越南要杀的是三千万的猪 那你写的时候你要怎么写 哦 越南境内 所有因为猪瘟而被杀的猪众生 以及全世界 因为猪瘟乃至被屠杀 所有猪众生 一起 乃至全世界所有的动物 要写一张牌位 那这张牌位 各位你要经常这样练习 这个才叫悲心 你不能贴天写 我的胎儿 我的祖先 其他都不是 还有一些信徒很好玩 你他写牌位交钱 他还要去问师父 你有没有帮我贴上去 我交钱哦 有没有帮我贴上去 其他人都不管 那跟我无关系 就贼账 他找不到还来骂我们 那怎么找不到 我们还要发动人 去帮他找 可怜 为什么我交钱 我没有看到我的牌位 请问这个祖先会不会超度 祖先还丢脸 我这种子孙丢脸 然后全部的这些鬼的妈 你看那个自私的 你看 所以有时候你拿一包菜 去监狱里面 给你的 儿子关在你 你那包菜给他 你反而害他 全部人都出来打他 然后把他抢走 因为他势力不够 但是如果你用你儿子的命 监狱关五百个人 我一人送一份饼干 你儿子马上就升格了 所以我想我们念佛 为什么要念佛 因为佛是这么圆满的心 我们要把我们凡夫的心 你也想转凡心为佛心 这个叫念佛 凡夫的心是自私的 狭隘的 贪嗔痴的 那佛的心是广大 那以佛的心才可以超度 这样了解吗 所以各位刚刚甘露事实 很慈悲 招请他们更多来 我们外面又点了烟共香 然后呢 大家先给他们吃吃喝喝 对不对 解决世间的痛苦 再为他们念阿弥陀金 往生走 为他们念佛号 我要带他们去极乐世界 每天要在家里这样念 好不好啊 一定要这样做 你家就是佛堂 然后把你隔壁也拉来一起 不会不会 阿弥陀佛管理法国人什么人 阿弥陀佛四个字而已 最好你会敲法 我会玩乐器 没关系 玩木鱼 木鱼简单的吧 让他参与 因为他只要专心念 他就会得到法喜 为什么我念你们这四个字 我这么快乐 佛就一直加持他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快不快乐 哎呀 那个整个心就脱离了痛苦 你自己没有办法面对的 但是佛可以加持你 这个叫转凡心为佛心 一心念佛 所以当然不得少福得善根 那我们念佛的人都做善事 剪止蟹啊 早上我来看到一个印度的太太 偷偷把四个面包丢旁边就跑 他怕人家讲话 对不对 我就跟他合掌 印度人真慈悲 又爱吃树 又喜欢布什食物 动物都他们在养的 因为他们吃树 又布什食物 就种下升天的因 至少有福报吧 但是升天还不够 回向 愿吃食物的鸟 愿这位菩萨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靠我了 因为他升了天很快乐 再用佛的力量拉他去净土 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 你爸爸现在升天 你还不更努力 因为升天 他是自由的 如果你把极乐世界的像 让他看到了 极乐世界的极乐 而没有轮回的痛苦 让他知道了 他不可能想要待在天上了 赶快去净土 如果他在阿修罗道 那你更要念 阿修罗道天天还要负责打仗 女人天天要化妆 免得老公被抢走 阿修罗道就是嫉妒 称恨 抢来抢去 他天道是没有人在抢老婆 老公的 不会有嫉妒 所以天道阿修罗道 也是苦 各位人间苦不苦 还更苦 所以做生意的人 昨天我们去 你们这旁边开的素食店 吃午餐 结果一问 房租多少 两千三 哎呦算便宜 师傅贵 赚不了钱 来吃素的人少 所以我们一听 好吧 这两天 东午通通去那边吃 把他吃到发财 虽然还没有这么好吃 但是你要教他 你要去吃 告诉他怎么好吃 所以各位中午通通 go touch 去吃吧 慈悲 是朝周会馆负责的 所以 为什么 因为他开素食店 他是佛教徒 去吃一吃以后 还把阿弥陀经 吃素的功德 翻成法文 英文 中文 越南文 柬埔塞文 放在那边 所以那又多一个道场 因为直接叫人家吃素 那是个大慈悲 他也知道 卖素食不好卖 如果卖昏了 一定赚钱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慈悲 所以我想各位 一个修行的选择 你就要去选择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但是以我们凡夫的心态 是没办法的 因为我们 我们烦恼 要对峙烦恼很难 对不对 所以 那你要 你要站在佛的立场 所以你在面对烦恼的时候 先念念佛 所以刚刚我在跟我们新师父说 以后问问题 先叫他念完三遍心经 108遍 阿弥陀佛再来问 不然一来就哭 怎么解决 一来就委屈 因为他没有用佛的心面对问题 然后你再跟他谈 他就跟你变 然后就乱了 变得我错了 因为他用烦恼心 他不甘愿 他不能接受事实 所以我想 今天这个窍诀很简单 不管你要处理事件 任何复杂的事情 你要跟你儿子讲话 你儿子在吸毒 你先生有外遇 你千万不要用烦恼心 打电话给你 你在干嘛 那你会让坏人更坏 因为我在监狱 我都发觉 这些小孩子之所以出问题 都来自于问题父母 问题家庭 所以才有问题合同 如果他爸爸妈妈感情很好 很有道德 小孩子很少做去惯的 几乎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们用一个错误的方法 去处理错误的问题 所以 那你以后你要了解了 当你面对世间的烦恼了 的时候 那烦恼本来就是个存在 夜暴生老病死痛苦 本来就是个存在 你不接受他 就是很痛苦 所有的痛苦 都是自作自受 你要先接受 所以我用烦恼心 解决烦恼 是不可能的 我要用佛心 这个就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 老师念佛 一心念佛 我修完仪轨 来处理这个事情 可以 所以我念完心经 来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心里一乱 赶快念地藏经 早上有一个菩萨问我 他先生已经胃癌又扩散 扩散了 然后呢 他说师父 我发愿出家 希望我先生赶快好 我说这下惨了 我的意思要跟他说 放你先生走吧 因为他已经胃癌又扩散 很痛苦的 你叫他多活一天 等于折磨他在地狱 所以别人不会折磨 都是自己人在折磨 后来我又跟他说 你就好好为他念阿弥陀佛 不要对抗 然后呢 你呢 念佛 该做的功德 回向给他 师父也回向给他 早一点去净土 我没有说早一点死 脱离头